我是赵浩康,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张曼娟老师 张老师过一个张曼娟小学堂的第七号的会堂 我再帮她提一下张曼娟小学堂,因为七月 不用提了不用提了,因为已经满了 满了240个已经满了,最近都骂我们了 哇实在是很抢手 那再回到张老师跟我们中广 合作的这个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 那实际上 除了我们这边,大家可以从我们这边来选 这个张曼娟私房经典以外 那最近我们到成品 也经过跟他们协商了 然后在成品已经在成品上架 所以听众如果全台湾都可以买到 当然你有兴趣也可以直接找我们 我们02518 0766 02518 0766 可以直接找我们来了解 6个CD来讲红楼梦,水浒传,聊哉至宜 但是也可以到成品去 换句话说蛮方便 那要不要再跟我们谈谈这个 张曼娟的私房经典 虹龙梦,水浒传,聊哉 因为我们最近常常有接到一些听众的电话 会直接打到我们小学堂 就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些购买有声书的服务 请不要再打来,谢谢 直接去成品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其实也帮不上嘛 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是因为听过了 听过了之后就会打来有时候谈一下他喜欢的 有点讨论吧 对,但通常他们没办法找到我 就有跟我同事说他特别喜欢哪一个部分 然后希望可以再做其他的东西什么之类的 很热情 很热情,对对对对 那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少听到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方式来诠释这些经典的作品 那我觉得我们的做法真的是流浅入神 那大家听到之后就会 原来有些朋友他可能从来其实只是听过《红楼梦》的名字 他没有时间去读 可是他听完之后 很惭愧,我听得很惭愧 我看了很多字,我不知道要讲嘛 每次那个前面那个蟹子啊什么 前面几张靠完 我就 看不下去 他们孙氏交代完毕我就睡着了 我被很多人耻笑了 所以不好意思这样不打字招 不会不会 所以我有跟赵大哥说过 要从中间看 下次要从中间看 对对对 从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看起 因为那个故事在看 我们高中讲的什么刘老老进大官 那倒是一辈子忘不了 很精彩 老牛老牛,食量大老牛 吃那个老虎猪不抬头 哇,我到现在还会背 那显得很精彩 对因为他很荒谐,很有趣 前面是最闷的 所以我常常会跟学生很诚实的说 其实《超雪景》《红楼梦》 前面这两回 其实是失败的作品 他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红楼梦》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谈过 好多跟《红楼梦》有关的 今天要特别来谈一下就是 我觉得《红楼梦》跟其他的台 就是跟中国的一些 经典文学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他建立了 两个东西的美学 第一个是空的美学 第二个是悲剧的美学 就跟我们的人生期望是有落差的 因为我们大家一定不会觉得 虽然我们人生到最后都是空 因为你最后都是杀手而去 都得空 可是在我们活的时候很痴迷的 我们都一直觉得要抓住很多的东西 觉得人生好像才有价值 要圆满 要圆满,对 所以我们怎么能接受悲剧呢 我们要的是喜剧啊 才子佳人最后一定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嘛 这才是喜剧嘛 可是《红楼梦》完全颠覆了这个东西 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很好的美学的一种感受 比方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我们的有声书里面有提到的 林黛玉 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 她从刚出现的时候 就感觉她很病弱 但是她其实很美 而且她有一个非常聪慧的头脑 她可以讲出很多很有趣的话 但是有时候也会讲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 来,她对于人生的感受性很强 她看到落花她就落泪了 所以那时候贾宝玉会爱上她 我觉得是很可以理解的 她们两个一见面就说 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的 林黛玉心里也想说 这个人怎么在哪里见过这么眼熟 就是一种心灵上面极度的契合 好像两个磁场 遇到一起就一定会有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后来林黛玉死了 那贾宝玉没有办法娶到她最爱的女人 这是一个悲剧 那她娶到的是谁? 她娶到的是薛宝钗 薛宝钗出身很好啊 是那种大商人豪门的女儿 本来是要被皇帝选进宫里面去的 后来没有选进就到了贾府 说起来应该也是一个 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女性 可是没办法 虽然贾宝玉对她有好感 可是她不是贾宝玉的最爱 所以她最后不管是半退半就也好 或者是心甘情愿也好 她做了贾宝玉的妻子 但最终贾宝玉还是离开她 她都是已经怀孕了 贾宝玉还是离开了她 所以她变成要在这个庞大家族里面 其实是受活挂 所以她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就是努力了半天还是一场空 那贾宝玉当然也是如此 她这么受仇 所有的人都爱她 可是只有她不能过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她不能跟她自己想要在一起的人 永远在一起 所以也是一个空 那我们也讲到那个王熙峰 王熙峰还得了 在贾府里面真的是叱咤风雨 不得了的人物 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的 我们之前在有声处里面有提到 我们觉得读《红楼梦》最过瘾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到王熙峰 从一个刚刚开始涨嫁的少妇 到后来她真的变成一代女皇 她一关一关的闯关 然后越来越厉害 简直就已经无敌了 没有人可以打倒她 最后她被什么打倒 被自己打倒 一场病 把她折磨到不幸 满盘结束 所以我觉得她就是揭示出了一个空 跟悲剧讲的一种美学 你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过瘾 以前学生问我说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 我说你读《红楼梦》 因为看到很多人的故事 后来我说很多人生的故事 后来她就看 看完之后她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觉得我真的很生气 你看我花了这么大力气去读 结果这些人不是死了 就是出家了 我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 我说你难道没有从他们的死 或从他们的出家里面 学到更多更接近于人生的一些智慧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从里面 真的是感受到 比较现实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 不是每个学生 有些学生可能太年轻 或是觉得她理想中 应该是圆满 不应该是那样子 不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人生经常是 是没办法的 其实到头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不过当然了 就是说 书是一回事的 现实或可能每个人 有形成不同的机遇 对 是 这是《红楼梦》 那《水浒传》呢 《水浒传》就是赵大哥 这种黑暗的事情 每一代都有 所以她其实整本书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官逼民反 替天行道 那我常常在跟我的学生讲说 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水浒传》 那你就要读其中 我觉得最精华的一段的话 怎么去了解《水浒传》的精神 读《灵冲涅奔》就可以了 因为她就是很完整的把一个官场中的模范生 像《灵冲》这样子 最后被逼到必须要落草为寇 因为她真的是有家 然后奔无法回 有国无法奔 就是完全被她的路整个被断绝掉 就除了落草为寇 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生活 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时代 一个多么黑暗的社会 才会变成这样的故事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水浒传》有一个特色 尤其把它拿来跟《红楼梦》相比 《红楼梦》里面其实充满了琴色的音调 充满了诗歌的吟唱 充满了很多很美丽的感受 但是《水浒传》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美丽的东西 可是它非常的阳光 我有一次看到最近那个 我有时候会上大陆的微博 就是我们有微博 然后就去看到那个大陆人的用语 我就发现他们在形容那种很man的男人 叫做全野儿们 然后我就在想说 《水浒传》就是一个全野儿们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完全是野蛮男人的世界 真的就是男人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是没有女人的 女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女人都是货水 很多落草歌都是因为女人的关系 对没错 女人就是那个什么 卖人肉包子啊什么 就好好看 宠女人 有个人是要吃包子的 所以你们到底什么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很有趣 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古代社会里面 男性与男性之间 他们那种结盟 就是结拜 结拜的时候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那种感觉 对 其实像我们看电影 那个《投名状》 就是类似那样子的一种氛围 就发现里面女主角 就是一个会去离见兄弟感情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氛围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面 我觉得《水浒传》的存在 是很特殊的 值得观察的一个文化现象 蛮有 所以男生比较爱看 对 女生可能比较爱看《红楼梦》 对 当然也有男生爱看 但是男生我都了解 像我小学六年级 水浦站 那么好一大本 就把它看完了 对 所以 比较适合男生那种想象嘛 对 所以什么杀来杀去啊 打爆不平啊 然后这个 杀戮很重 所以有些女生确实不太喜欢看《水浒传》 因为觉得里面都在砍人 砍到 连刀子都出现缺口了 对 不是讲说什么 少不看《水浒传》 老不看《三国》 对 因为《三国》是谋略的东西 就是老了 已经老间巨化了 你还在看人家谋略 你要多坏啊 你要多老间巨化 少年时候因为血气方刚 看了《水浒》以后打打沙沙 但是 其实 我不管你刚提到的《红楼梦》或是《水浒传》 其实对人物的描写 都是非常深刻 哇 栩栩如生 要人指上去就是这样 是 我们现在访问是张班军老师 我们续续要讲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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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